老外在幹嘛 南美周圍一幫交國 巴拉圭大小事報你知 快問快答 來到台灣以後 退場被問的問題是什麼 你是美國人嗎 對 你說入多少錢 你來台灣幾年 可以講中文嗎 巴拉圭在哪裡 退場被問是 我已經講過我是巴拉圭人 但是大家還是會說 喔那邊有拉圭 COVID還好嗎 然後想說 巴拉圭 不是 是烏拉圭 氣死了 巴拉圭很喜歡吃甜的 對不對 超愛吃甜 超愛吃甜 剛來台灣的時候 要去買珍珠奶茶 他們會問我 你的甜度要多少 然後我就 冷茶可是可以多加一點嗎 正常不夠甜 巴拉圭很愛食道對不對 對 很愛食道 如果大哥你說 我在路上 意思是打還沒有租房 都還沒有洗澡的意思 他是打他說 大概五分鐘就到了 五分鐘可以是半個鐘頭 我覺得他是 全要頂 最難的 但沒錯人 巴拉圭是走到門裡的 但門口要開開送 對對對 都是都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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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拉圭紅玉燈很少 因為紅玉燈會被偷走 第一次聽過 是因為壞掉 然後沒有人來修 而且都是台灣送我們的 真的嗎 巴拉圭人很愛蘭花 花菇薇會生氣 媽媽都很愛蘭花 會蘭花 巴拉圭有很多飛車搶劫 喔有 這是在 很大的城市 在亞生城 要小心小偷搶費跟警察 因為什麼都要錢 對 他會要講一下 對 我覺得大家都要 正心警察 所以我們 女生如果要警察 要跟她發錢 女生給她看胸部就可以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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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胸部大的問題 都是免費 我沒有話要說 他是機子的 巴拉圭是一夫多妻 這個是假的 怎麼可能會這樣長 巴拉圭人都是電主教 所以一定是不可能發生 就是大家都是那種 一定要結婚一定要生孩子 對 對 這只可以娶一個 娶一個老婆而已 很多男生有小三男 並退 對 逼腿對不對 所以算是 女生也會逼腿 巴拉圭人口數量 人口是大概 700萬左右 跟台灣比起來 台灣真的 人口很多 台灣幾個人 24萬 24萬 沒有get up 2300萬 好 很好 很好 巴拉圭官方語言 我們有兩個語言 官方語言就是 西方牙文跟 瓜拉尼語 要跟長輩講話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要用 瓜拉尼語 就是向下的人 比較多都是講 瓜拉尼語 瓜拉尼語有點像 台灣的台語 對 蠻像的 離巴西很近的人 會講 葡萄牙文 他是不是 對 他也會 你也會嗎 所以巴拉圭人 都三個語言 可以教我們簡單的 巴拉圭語 或者手語 這個 你知首是1 就是 我北方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你在說什麼 對 還有這個是 你知首是2 你要喝嗎 喝酒 還有這個 這個 你知首是3 喔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逼對的意思 你有小三 你有小碗 看位很了解 看起來很了解 女生也會逼腿 對 巴拉圭主要經濟產業 農業 農業 我們牛肉蠻有名的 好像台灣現在也是 開始賣比較多巴拉圭牛肉 可以去三丁吃吃看 如果看到巴拉圭牛肉 直接賣 真的很推薦 很好吃 而且好像現在7月 也賣那個 巴拉圭的香腸 終於我們可以吃得到 而且不是甜的香腸 巴拉圭美食 我們有最有名的 是 去巴拉圭的話 你看到 你在當中看到是 巴拉圭湯 你會以為有水 但是其實那個沒有水 沒有 但是一個蛋糕 但很像就是一個 玉米蛋糕 玉米蛋糕 很像 我們會吃 烤肉跟 一起吃 也有那個 就是跟 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 比較乾的 然後我們烤肉很特別 跟台灣的不一樣 都會放一大塊肉 烤好幾個小時這樣 我們是比較 四點開始準備 我在那邊聊一聊 聊一聊 然後後來晚上再開始吃 喝的 這邊 我們親愛的 Eliana要幫我們準備一下 好 第一個 不可以喝 第一個是誰可以生 第二個我們才會喝 然後也有一個 最年輕的人 對 我 對對對 最年輕 對 年輕人可以先 叮叮叮叮 不可以 沒有 沒有 不可以 很尷尬 可是現在兩個 啊 一個人 待著這個 然後我們一群人都一起喝 用同一個杯子喝 COVID一天 我們都 只有一個 一個 對對對 但是現在 在巴拉圭 他們都自己的杯子 巴拉圭傳統文化 傳統的 可能每個這個日子 都會打 會穿那個傳統的 衣服啊 跳的時候會 放一個 瓶子在頭上 然後就開始跳舞 等一下 唉唷 嗨 嗨 哇 阿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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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景點 阿拉圭 夜店 每天 每夜店都有什麼 拉丁美洲 對 阿拉圭 有彎的選擇 就是 自然的比較多 就是比如說瀑布啊 很大的瀑布 有一個瀑布 但是 就是在巴西 跟巴西還有阿根丁一起 但是叫一碗樹 美洲最大的瀑布 很好玩 最好玩的城市就是 Incarnacion Incarnacion 有沙灘 很漂亮 我想對勁大家 真的去 亞松山 因為我是首都人 我也是 我也是 但我對勁 我對勁大家 因為為什麼 因為 你可以看到古蹟 就是 古來的 古老的房子 很漂亮 那邊就是 台灣人最多的地方 都在那邊做生意 亞松山的人會特別去那個城市買東西 免稅 所以是 非常的便宜 巴拉圭人認識台灣嗎 很多台灣人在巴拉圭 已經開飲料店 你的ID上 他們會播一些 珍珠奶茶的照片 他們很喜歡 所以最近很流行 疫情發生過後 比較多巴拉圭人認識台灣 因為台灣最近變成 比較有名的 對 台灣開了一所大學 然後巴拉圭科技大學 然後這些學生都在巴拉圭讀兩年大學 然後在台灣讀兩年大學 然後在台灣讀兩年大學 然後就是那邊的老師都是台灣人 就是蠻好 蠻不錯的 歡迎大家來巴拉圭玩 你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 我是來自巴拉圭的方柔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分享、留言、訂閱嗎 謝謝 超超 超高的 超高的 超高的